有圖片搜尋之類的嗎? 看一下如果有圖片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No problem 馬上開 經得起考驗就對了 這種簡單的東西一定要先測一下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先看一下圖片搜尋 好不好 欸可是這是小圖 這是小圖 好然後 當然是小圖啦 路沒有抓到大圖喔 欸左邊那個上面是一鍵下載嗎? 原本是要點下去就抓那一張 但那個還沒做完 就是這個點下去要抓那一張 然後這圖是有更新的 所以如果你這邊一直卷一直卷 左邊這邊就會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所以你是用那個request那個事件去停嗎? 對對對 是啊但是其實那邊做的就是 我也是大概做一下還沒有很認真弄 然後你要看那張圖你就卷 點它就幫你卷過去 所以這個是用來抓圖就對了 抓圖用的一個工具 這個設計師應該會很愛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工具了 然後它可以開很多窗 它不會互相干擾的 就是說我這一個窗的Cybar跟另一個窗的Cybar是分開的 所以它那個remanifest裡面的Cybar那個 它是可以獨立的 它不是只有一個 Cybar其實是based onWindows的 它不是based on就是 它不是全部都只有一個 其實Cybar它就是一個HTML在左邊 所以你要show什麼你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你每個分頁進來它的那個section Cybar就會有個新的section就對了 我現在是只有把啟用的那個分頁就是 Cybar弄起來 例如說現在這一頁 這一頁 我可以讀到兩張圖 點過來 這邊就要揉了 我其實是點過去的時候 才去把那個圖的塞過去 所以它清掉然後再揉回來 所以你就這樣比較慢 這個不錯 這個後期可以做一些追加畫 就是讓它暫存它什麼 對 我是打算就是先改到一個段落就先丟上去 那之後 有空再改 大概大致上這樣 那這兩天就寫一寫這樣 我自己現在都在改青銅塔 我自己那個Qseries 那個series的也沒有時間寫 這個就是 就是設定頁其實已經做得差不多 所以現在那個下載鈕 下載鈕就快做 那像這個東西跟那個manface 那有關係嗎 比如說你要設定分頁 跟iFriend 就是來 剛剛上次講的那個 欸 它現在是manface的那組好像是設定哪 你說跟iFriend 對啊 它會跟你的 iCon有關係嗎 manframe 還有什麼會有關係 iCon 什麼意思 不懂 就是你要在 它不是一些算是初始值的設定嗎 一般我們寫什麼 Android manframe 都是在設定的嗎 有卡的 然後 對 那 它有 可以設定 我 欸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喔 我這樣 沒 喔 不是 所以它這個share只有一個螢幕而已 不能 不能切到第二個螢幕 這就是那個source code 啊 這是source code 他沒有辦法切到第二個螢幕 他一次只能選一個螢幕 好 manface的長這樣 對 這個我可以覺得我們可以 稍微manface介紹完之後 進入 介紹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 實戰的時候就可以 看我們講幾分鐘啊 然後接下來就直接實戰囉 然後拿那個 真的 案例的來看manface 好 那我覺得可以等一下 等一下就來講這樣 那個 信翰有說他幾點要上來嗎 有 他說十分鐘後會上來 那我叫他慢慢的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已經 好 我先把 誤想一下喔 那我先把那個 我的麥克風不是很清楚 我的麥克風不是很清楚嗎 對 一直會有雜訓 因為我那個風扇正在轉轉當中 等一下 好啦就用這一頁講喔 就用這一頁 這一頁 有沒有 這一頁 那既然你 你都開了 那你就上吧 哈哈 就用這一頁啊 我大概講一下 欸這一頁不多呢 這樣子而已呢 哇怎麼那麼快 這樣不是今天可以 瞬間結束 每個都有一個細項啊 我覺得是挑重點啦 因為有些 有些 有些其實 很冷門的key 其實 稍微帶過 大概知道他在做什麼就好了 對啊 其實key沒有很多呢 如果今天是講Google版本的 可能那個key比較多一點 今天是講Fivebox版本 那key key比較少一點 想大家知道好不好 下次記得文件要開Fivebox的文件 差不多啦 我覺得你懂得 可以先 就講 我有印象我可以先講 常用 你覺得常用的一定會用到的 就會花比較多時間這樣 那如果一些 不常用的 食物上不常用的 我覺得就可以稍微先 居然有了欸 這個我 無痕啊這個 對啊對啊 這個是後來才加的 這前幾版是沒有的 我最近也是有看到 我看到下到 48有欸 48那滿前面的欸 48 那就是他們之前文件沒更新喔 對 8 6 真的欸這個48就有了欸 我之前一直以為沒有欸 原來他們 因為我之前查文件沒有這個 就是可能是後來的 如果48的話 那大概去年就有了 對啊 很久年就有了欸 好啦 其實也不意外啦 因為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 JPEG版本的那個套件 其實 就已經有支援一些無痕的東西 所以 有這個是還好 ok 好那 我們是差不多40分了 是不是就請EDT 幫我們稍微簡單猜一下 Manifed的意 好那 要開始了嗎 要開始了嗎 Go 好 因為我今天沒有準備 我今天臨時 臨時那個 所以有些文件 先說明一下 就是有些文件 我事先沒有看過 這樣子 那 等一下如果看到 到 我不認識的 Key 沒關係 就直接跳過 直接跳過 那大家回去自己 趕快 秉持著學習的精神 把它點開來這樣子 好那 我現在就開始來講了 上次已經介紹過 就是這一個檔案 就是Manifest 點JSON這個檔案 那 這個是就是定義你套件裡面的功能 全線 等等 的東西 這樣子 那 所以呢 我們一個套件 就是最基本就是先來寫這個 所以如果你開一個全新的狀態 那第一個就是先把這個檔建起來 然後 開始填東西 但是我通常也都不會從無到游一直寫 我通常會把一個現成的套件 的Key 先摳過來 然後再 試情況就是 修修改改一下這樣 那不會全部弄 那現在馬上來看一下就是這個就是Key的列表 那我用這一個這個列表好 因為這個列表就是 它就是 比較清楚 那我就不用上面這些連結了 就 就那個 好 那這個是那個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的話 這個比較簡單 就是說 他是 Firefox的那個 Firefox才需要 因為他會需要去填 就是說 你支援的application是什麼 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如果說 這是寫給桌機的話就是 就是 寫 寫像這樣子就好 就是GECO這樣 那就是給桌機 來使用 然後這個綁號就是記得要填一下 那這個綁號 你可以填說 你最小支援跟最大支援綁號 那通常我們都是填最小的 不會去填最大 那填最大的話 有可能會發生說你之後 到某個版本呢 你就套件就不能用這樣 但實際上 Fivebox它因為 就是說如果你只有填這個最小的綁號 那它其實之後就是大都可以裝出 除非說真的發 你發現說你的套件就是 扣有什麼地方 例如說用到了某一版以後 那個API被捨棄了 然後導致你在某一版以後不能用你的套件的話 那你才去寫這個 那不然一般上是不會去寫 就是最大的那個綁號的限制這樣 好 那這個是蠻簡單的 那就是 這個key不是必須的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key 你在上傳 你在上傳到AMO上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警告 有可能會有警告 也可能什麼警告都沒有 那什麼叫有可能會有警告 就是說如果你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寫這個的話 表示你沒有套件ID 那沒有套件ID 你上AMO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你生成一組暫時的ID 或者說你用你的那個 你安裝在你的測試環境裡的時候 也會臨時生出一組 Hash出來 就是說一個亂碼的ID 那就是說會臨時產生一組ID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ID 它因為是臨時生成的 所以呢 如果它建了什麼Storage等等的東西 就會發生 因為Storage是跟那個 就是如果你做Storage的儲存 那Storage是跟著ID跑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可能發生那個Storage 沒有辦法 兩次如果ID不一樣的時候 就會沒辦法共用那個Storage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強烈建議大家來寫 就是把ID先實現寫好 但沒寫其實也沒有關係 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OK好 那第二個就是作者 作者這個欄位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讓你填個email 或者說填個資訊 填個名稱 填個什麼 隨便的欄 就是一個字串而已 那下面有一個類似的東西 叫做Developer 這個Developer跟這個東西呢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好我們來看看 Developer它就是有兩個欄位 一個是那個就是Name跟UI 那請注意如果你寫Developer 而且你寫Name 那這個就會蓋掉剛剛的那一個 就是如果你這個跟剛剛這個都有寫的話 這個Developer的資訊 會把這個作者的資訊蓋掉這樣 所以這兩個就看你自己需要再寫就好 不用都寫 有人舉手是有什麼 要說什麼嗎 什麼問題 哈囉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那個在一開始那個application那邊啊 那個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它是說 它那個 後來只有 Firefox跟Firefox for Android 這兩個才有要求 所以 其他其實都是不用寫對不對 而且是不支援 所以我不太了解它這個意思 好 其實是因為像我舉例以Chrome的例子來講 大家還記得我上次在講Chrome的包裝的時候 有講過說 你在裝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會產生一個 會產生一個金鑰給你 大家有印象嗎 就會產生一個金鑰 那 Chrome的applicationID 其實是那一個金鑰裡面的公鑰 就是說當你 就是說當你產生那個金鑰之後 再去用那個金鑰進去包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 IP一模一樣的套件 那如果說你包裝Chrome的套件的時候 兩次用了不同的金鑰的時候呢 就會發生兩個套件的ID 不會是同一個 所以呢簡單來說 Firefox呢 它的ID是明確的寫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再用那個AMO上的人工審核 然後去做簽章 去幫你的ZIP檔做簽章 那Chrome的做法是 你的金鑰裡面有一組私鑰 是用來做簽章用的 那還有一組公鑰 就是這個套件的ID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其實Chrome它也是存在著這樣的一個機制 但是它的機制不是寫在這個定義檔裡面 而是在簽章的時候在幫你做 那這樣就是說如果我是先寫Firefox之外的Plugin的話 就是我就不用特別去寫這一個 你不用寫這一個 但是它還是會有實作這個機制 但是它還是會有實作這個機制 然後它的瀏覽器是看這個ID 來辨認說它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套件 所以你把套件的名稱 什麼寫的一模模一樣樣 只要你的金鑰不同 你就是做不出同一個 就是你不會做出同一個套件 這是為什麼我說如果你是開發者 然後你那個金鑰你就要留著 因為你之後所有的更新版本 你都要用那個金鑰再重新去 去Sign你的套件 這樣子它在user在更新的時候 才會認就是 它的瀏覽器才認得說 這是同一個套件 而不會裝出兩個同名套件 但是就是裝出兩個同名稱的套件 知道吧 OK 了解了 對不起我剛剛有點聽不太懂 就是說那個Chrome 它自己會產生出一個 中藥跟私藥 然後那個ID就是寫公藥的ID這樣 對 然後簽章的時候再用 資料區 說我是這個公藥的作者 所以它就通過了 那FileFox的話 就是說 FileFox它的這個ID其實就相當於是 也是像公藥一樣的原理 然後呢 真正的簽章 是在 在AMO 它幫你審核完之後 它會幫你做 那你一定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 欸 那我沒有私藥啊 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翻過AMO的帳號之後 你再上去看 你就會發現說 你的帳號那邊有個地方可以管理你的KEY 對 然後你在那邊就可以找到你用來簽章套件用的KEY 對 呃 FileFox FileFox在簽章 欸 欸 我聽起來有點亂去 大家聲音清楚嗎 有人要說 說話嗎 欸 喔 沒有我是想說 就剛剛你講那個 FileFox那邊認證的部分就是 AMO那邊會幫你直接簽章是不是 然後他 沒錯 喔 其實 呃 如果大家之後真的有自己寫套件之後 可以再花 就是可以再找個時間來專門講 就是把套件上架這一些東西 因為 實際上 欸 另外一排啊 什麼 另外一排 這有關上架的 那個就另外再講 因為 嗯 實際上你的套件其實不一定要讓 不一定要在AMO上面省 你舉例來說 如果你 你 你寫了一個套件是給你平常公司 你在上班 然後你自己 呃 方便你 上班的時候能夠 呃 譬如說更快的做某些你工作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寫了一個你專用的套件 那這個套件功能可能是非常個人化的 他不是說大家都會需要把它裝下來裝 那 但是你又需要說他有簽章 因為 嗯 那是後來的版本他就是一定要簽章才能裝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自己簽章 你不需要上到AMO 那你自己簽章的話你可能就不能放在AMO上 你可能放在 呃 你自己簽章的方式其實可以用上次的那個 呃 我上次有講一個工具就是WebEST 那他裡面就是有一個指令是可以讓你去 呃 手動簽章你的套件 但是這樣的套件他就不會列在AMO的 上傳的列表中 所以呃 使用者沒辦法在上面收到你的套件 那你自己找地方去host你套件的那個檔案這樣 就可以可以簡單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開發你想要開發一個給所有人都用的 你想要上架到AMO的 那很簡單你就是不用煩惱這一塊 那你就是跟著他上架流程跑 那跑完之後你上傳上去 有人他們審核過之後他就會幫你簽了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開發一個給企業內部用 比如說你們你是公司的資訊部門 那你們有因應這個公司內部的需要 企業內部的需要 想要開發出一個Firefox的套件 或是Chrome的套件的話 這邊講的是Firefox 因為那個Firefox可以自己簽章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你就是用到剛剛一提提講的 你用那個指令的方式 自己簽章你開發的套件 那這個自己簽章的就是不能放到上架到AMO 就是放在公司給他內部人士用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OK 謝謝 那我可以講下一個了嗎 那是不是只有那個 只有Firefox可以這樣子啊 那Chrome是就沒辦法了 Chrome不行 因為Chrome他後來嚴格限制就是說 你不可以裝非Store上的套件 對 Chrome後來又有這個限制 所以Chrome沒有辦法裝 所以Chrome後來說的套件 你都必須要在Store上面裝 當然你也可以像我上次一樣 就是說在那個套件 在Chrome的開發者界面 把套件臨時揉起來 但是臨時揉的套件 他在每次開Chrome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說 是不是要把它關掉 很煩就對了 可是他就會提醒你說 那是一個臨時的套件這樣子 了解了解 OK嗎 好那我繼續講 繼續講 下一個是這個Background 那Background的話 上次在講的時候應該也稍微提到 就是說 他是 就是用來寫一個script 那他這個script就是說 當 套件跑起來之後 他就會 就會 跑 跑這個script這樣 然後而且是長期一直跑 一直跑 他這個script會 這個script裡面的說 宣告你的變數啦等等的東西 他都會一直活到你這個套件 被disabled或被uninstalled 那這個script 這個只是一個陣列 所以他可以寫 他可以寫好幾個 就是好幾個JS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就會把 我們想要跑JS 就是全部立在這裡 所以我也不一定要 不一定把所有的code 全部塞在這一個 這個裡面 我可以把它稍微 就是模組稍微切一下 然後把它分散成幾個script 然後比較 以後比較好整理 那 另外一個寫法是 寫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 點HTML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再去 拍一個HTML 譬如說 background.html 然後你在background.html裡面 你一樣可以用就是 script的那個tag去roll 不過我比較 比較不建議 比較不建議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 一般來說我們還是會這樣 不過 不過你可以看它下面的說明 就是說 如果你 用了一個 你用了一個 用了一個那個 background.html 的方式來roll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更奇怪的事情 例如說 像這個 就是 CSP CSP的東西 你可以再做調整這樣子 對 不過一般來講 我會建議 如果你的東西要上到 AMO上的話 要特別小心 你的call裡面出現 對就是 CSP的 就是 額外的 就是 選告 因為 審核的人一定會看這個 因為如果 如果你 修改了 b4的CSP的話 那 審核的人 會看到一條警告 然後他會特別 稍微看一下你的call 昨天在PP 有人貼一篇 就是有一個 Chrome的套件 然後裡面有木馬 那 那個我後來看了一下 就是說 其實它的call裡面 就是有 在那個 它的 就是 它有去修改 它套件裡面的 就是 那個 content的那個 security policy 所以 會造成 一些不安全的行為 所以 那個 這種情況下 其實那個 在AMO上是 人工審核 是不會過的 但它居然騙過了Google 我覺得蠻神奇的 因為Google 沒有抓到這個 這個動 因為 我覺得那個是 一個還蠻明顯 可以用機器抓出來的 的問題這樣 總之就是 content script是蠻簡單的 你可以看下面這個 就是大概是這樣 這樣子 那下面這個也有寫成 就是HTML版本 它就是這樣子寫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HTML就不用寫那個 就不用寫那個 就是 它是用page 然後就跟它講說是哪一個page OK 對 不好意思 我想要再問一下 因為 這是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遇到這邊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到底page跟這個script 到底會共存 因為 我是看範例裡面 它script跟page 這兩個是有共存的 但是 我看它的說明裡面又說 如果你去set你那個script的話 那你就不能去調用它 除非你去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不能共存 我自己的理解是不能共存 那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能共存 因為 實際上 如果你寫成一個array的話 就是你寫成這個script 然後寫成一個這個 然後你寫了很多個js檔 然後你用一些 一些bifox真正內部 就是bifox其他的開發工具去看 那一頁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套件的那一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神奇的現象 即使你是這樣子寫 fifox它也是default幫你生成的一個html 然後把你的這些script全部插進去 所以我理解應該是不能共存 就是說你這個寫法 就是scripts的寫法 它是叫fifox 反正你不care html長怎麼樣 所以fifox它會生成一個自式的default的html 然後把你寫在這裡面的scripts全部拉進去 對 你可以看一下 對 你現在就是游標成那一段 Page那一個第一段 不是 第三段 你直接看第三段 第三段 If you use this property you can not longer scripts 對 就是說你自己已經指定了Page Fifox就不會幫你生成 那一個default的Page 對 對對對 這個是我理解 所以 就是 大家可以這樣想像 也不是理解 他這邊已經講得很清楚 對對對 就是說即使你寫了 就說即使你寫scripts的話 它也會幫你default生成一個Page 其實大家就是這樣想就可以了 OK嗎 簡單講 你寫Page這個東西 你的script那個 不管你寫了什麼 他都不會去管 不好意思 我在補充 就是說明一下我問題 因為我這邊有問題的是說 他那個不能共存的 可是他 你去set那個script之後 就是我從他說明看起來感覺像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引入了一個jquery 那就是說我今天只要開這個套件 我整個browser 都會有引入jquery的這個 那個js檔 所以我可以用他的function 他是一個global的 因為這邊有寫說 the script share the same window global 就是在script上面那裡 有寫 所以我想說是不是就是指這意思 但是下面那個page的意思是說 我就是直接去限定說我只有開這一頁網頁 他才會去加入這些script 就不是全域的了 他這邊指的windows是指 你這邊的狀態就是說你開了一個網頁 它就是有一個windows的物件 它是一個全域的東西 比如說你這邊就算塞了 你是一個陣列 你塞了一對一script裡面 它都是屬於同一個windows的context 我聽懂我聽懂他剛剛的疑問 他剛剛的疑問說他拉了很多個 就是這邊array 他寫了很多script OK 事實上我剛剛的解釋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你沒有用page 而是你用script想要寫了一個array byfox它的背後的運作機制 就是幫你生成一個html 然後把這些script全部插進去 所以你所有的script 就很像你在寫html一樣 他會共用這一個page 他幫你生成的這個page 的這個windows 這個global的object 所以你的jquery等等的東西 你分成好幾個js檔 那這些都是在這個windows 同一個scope底下 所以你的第一個是 就是你自己的好幾個script 你可以互相存取在global那層的東西 這個沒有問題 其實怎麼講 背光script 你不要把它想得很特別 它其實就只是一個 它其實就跟你一般你寫的一個網頁一樣 它一樣就是有一個html 只是這個html它沒有UI沒有什麼東西 你看不到它實在後面跑 但實際上它就是它的運作的方式 就跟你自己寫一個網頁是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有windows等等的東西 那我上次好像有稍微提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用web API 那譬如說我要取得螢幕的長寬 那那個東西是在這個就是windows的這個 這個好像是在這個底下 會有一個類似Scream的那個就是object 定義在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windows 然後跟Scream相關的那個東西 就可以取得你視窗 螢幕就是取得你螢幕的寬高 不是視窗的寬高 是螢幕的寬高 電腦螢幕的寬高 是可以取得出來 就是螢幕的解析度 就是可以在這邊取得出來 所以然後你用一般你寫 你一般你寫一個網頁 然後你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同樣你在Background Script 你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就是背後其實是有一個windows的object在那裡 對 OK 有清楚嗎 那這樣子 還有一個不好意思 我再問一下 因為之前我們蠻不了解的 就是說那讓它這種產生那個頁面跟你去指定的那個頁面 這樣的差別會是什麼 而且沒有差別 沒有差 沒有差別 唯一的差別就是 如果你 你 就是說唯一的差別是 如果你是用自己指定的頁面 那你的頁面裡面 你可以做像剛剛這邊提到的就是 更改CSP的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選script就不能改嘛 因為script就是用它default 對 了解了解 就是說 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 你的頁面裡 如果你自己寫 你是不是還可以插一些其他東西 我舉例來說 你可以插一個textarea 等等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textarea去做 Copy text等等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是直接用script的方式去寫出來的話 你的那一個HTML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做 上次提到的剪貼部的一些操作的時候 你就自己要再寫script做create element等等的事情 你才把你的textarea做出來 然後再把文字貼上去 然後做puppy 或者是做貼上等等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自己寫這個HTML page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些elements呢 也先全部寫好 那也沒有關係 那到時候你就getelements 把ID就全部都拿到了 這樣懂嗎 我了解了 就是一個是一個default的page 然後一個是你自己寫 而且你自己寫那個還可以在 就是自由的插很多奇怪的東西進去 就不會受限於script裡面了 你可以插東西啊 但因為畢竟它並沒有真正的UI操作 所以如果你插入的東西跟畫面有關 例如說畫素點或等等的東西有關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什麼用的 所以我會覺得啦 就是說除非你有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需求 不然其實一般來說是用這個陣列方式寫 那除非你的需求真的很特別 那你才會用這個就是page的方式來自己寫那個page這樣 不然一般就是用default的 對 了解謝謝 OK嗎好 那可以下一個 這樣子我們可能會講不完 好沒關係啊 大家有問題還是可以就是馬上來提問 好那我講下一個 加一個就是這個browselection 那browselection上次也講過 那browselection上次也講過 就是說 它是在 就是這個地方的一個鈕這樣 就是 你的 你的 這個地方的一個鈕 那我舉個例 好 點到了 我舉個例 就是 好上次好像有 有講過這個東西 我隨便點一個 好上次了 這個就是browselection browselection 應該是 不不不不 是在這裡啊 我講錯了 這個是那個pageation 好每次都 好這個是pageation 然後browselection 那我覺得這兩個可以一起講是因為 這兩個其實行為是非常的像 那browselection它是在這邊的一個按鈕 那pageation是在剛剛那個網址那邊 那實際上呢 pageation在cone也還是有 就是說也還是有 所以你還是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寫在cone的pageation 它不會出現在網址列裡面 它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cone裡面你會覺得說 browselection跟pageation非常的像 那 唯一的差別是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就是說 browselection通常是讓你去寫一些 例如說這邊有個鈕 然後你按下去 然後就做某件事情這樣子 那pageation是 就是跟這一個page有關的東西 這個理解比較重要 就是說 如果你的功能呢 不會因為我在這邊切切 切到不同的page 而產生差異的話 通常就是適合做在browselection上 那如果你的功能是 我切換到不同的page網址 例如說這個功能它是只會在amro才需要 但是它切到這種頁面的時候 不需要這個功能 對 就是它不會需要 因為這是下載這個套件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把它做成一個鈕 再放在這裡的話 就會造成說 你點到這裡的時候 你按是沒有問題 那你點到這裡的時候 你再按 就很奇怪 因為根本沒有套件可以抓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你把它做來 就是pageation 所以pageation跟browseation 這兩個東西 它看起來真的是超級像 那唯一的差異就是說 如果你的功能是一個很global 那就是比較適合做在browseation上 那如果你的功能是一個 針對某個網址才會生效的 那我們就會建議是做在pageation上面 這是這兩者的差別 那在Chrome上呢 這兩者就沒有什麼差別 那Chrome也不會把你的 就是這個鈕就是塞在這個網址列上 Chrome就是一律全部就放在這個工具列上 那另外一個可以提的就是說 browseation它其實是有default的position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default的位置 我會找一下 default area 這個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default它是放在這個地方 或者說你可以放在menu panel menu panel就是這一塊 所以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就是tab的這個地方 就這一區 這一區 譬如說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牛旁邊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就是personal 就是tab這樣子 就是在這裡這樣 所以它會 它會有一些 你可以指定它default的位置 當然事後user也可以再回頭來 就是說重新調整它想放的位置 就是說它還可以事後來調整 就是說你default雖然放這裡 可是user之後可以把它放在就是其他地方這樣子 但是這個default設定是就是 如果你有需求的話 你是可以幫它就是先放在一個 你覺得適合你這個功能放的位置這樣 對 譬如說你做了一個回覆上一個關掉的分頁的按鈕 那是不是就還蠻適合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剛好就跟分頁有關嘛 就是蠻適合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是小小的差異這樣子 那padiation就沒有 padiation就是在這個位置這樣 這在5bar上 那在空上就沒有分別 它們就全部都在這個工具列上這樣 那詳細就是非常detail的東西 我覺得我今天就不講 那大家回去再看 對就是說真的有寫到 因為我覺得我們也不太可能把所有東西都背下來 所以應該就是說你在寫套件的過程中 你用到這功能你就趕快點進去 然後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好 那 空 setting override 這個我沒有用過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幹嘛的 欸 我可以跳過嗎 這個這個我不知道 我跳過囉 沒問題 好下面這個是那個URL override 那URL override的話 是給你做什麼功能呢 就是說 例如說你可以把你的 這一個new tab這個東西 指到你自己寫的一個套件裡的一個網頁 所以有的人 像我們來講 我的new tab就是這個 快速撥號嘛 然後這邊有幾個東西 然後可以按這樣子 但我現在沒有 那 那你也可以寫一個你自己喜歡的快速撥號的介面 寫得很花俏 或者怎麼樣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再用這一個 就是URL override這一個key 去把new tab 重新指定到某一頁去這樣子 你就可以就是套用 那這邊有講說你可以 override 哪一些就是 boomark history 所以這個的功能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好 我是不是關到什麼 咚咚 真的關到了 好 好下一個 那 command command這個是一個熱鍵 那command這個功能呢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去指定說 我的套件有什麼熱鍵 那 它讓你去指定說套件的熱鍵 它的按鈕是怎麼樣 例如說它這個範例就是說 control shift y 這樣子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隨著作業系統不一樣 有些鈕是會 不太一樣的 我舉例來說 例如說 make的鈕 control跟command 的使用習慣跟 Windows的電腦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的使用習慣 可能又不太一樣 例如說 Windows 大概可能就是 control c 就是一個卡比 舉例來說 那 make的話是command c 所以呢 你在做組合鍵的時候 make的請項 通常就是 把control跟command 就是不換這樣 但make也有control這個鈕 所以你在 定義你的熱鍵的時候 可能要想清楚 就是說 你是希望呢 大家的行為 都一模一樣 就是全部都用control 什麼什麼 去做你的熱鍵呢 還是說你希望 make的熱鍵 是比較符合make user的 使用習慣 那你就可以改成 就是 用command這樣子 所以下面這邊會有一個 比較詳細的說明 就是大家 有做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再回頭來看 那這邊是一些key的指定 那另外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 其實Windows 不是 其實那個 BuyFiles在這一個 旁邊的這個功能上的support 其實還不夠好 就是還不夠完整 什麼叫還不夠完整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用command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我的Chrome 然後進來 然後 心同文堂 然後 我在心同文堂中 我可以 有一個東西 就是 沒有 心同文堂 這裡這裡 它這裡有一個功能 Chrome才有 5box沒有 然後Chrome的這個點了之後呢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的所有有熱鍵的套件 有哪些 所有有熱鍵的套件 有哪些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呢 就可以改 改 改套件的 改你自己想要的熱鍵 你就可以在這邊改了 就是在這邊就可以改 就把b4就改掉了 那5box呢 現在就是還沒有這個界面 所以5box的熱鍵呢 一旦在你剛剛那個command的key裡面呢 指定呢 那就是寫死了 那就是沒得改了 那 不過我相信這之後應該 5box會跟進 那不過我必須要說一下 就是目前確實是沒有 那Chrome再改了 就是 Chrome的熱鍵 如果在剛剛那邊寫一寫之後呢 它是可以在這個地方 讓User隨著它自己的需求 因為其實套件白白種了 有時候真的會衝到 那就是有一個定義的界面 還是比較OK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就要先說一下 就是5box目前還沒有 好像還沒有界面可以改 那之後怎麼樣就再看一下 就是之後應該會可以改 對 目前是沒有 好 所以如果這個 這個command跟熱鍵有關的 那使用的方法呢 請參照下面的範例 所以我就不講 大概講一下 好 那 content script這邊呢 這個上次已經講過了 所以 我就稍微待一下 all frame這個東西是說 你是不是要在所有的 所有的 i-frame裡面都跑 如果你沒有 你這個是 false的話 那就它只會在那個 top window 就是 那一個頁面的最上層的window 跑一次content script 然後如果你是寫true的話 它就是 那一層 那一個頁面裡如果還有 引用i-frame的話 你的content script就會 在i-frame裡面也跑一次這樣 所以這個是指定說你的 你的content script標在哪裡跑這樣 然後這個css呢 這個是說 事實上呢 如果你寫 你可以在這個 這個它雖然叫做content script 但是你這邊有個key 叫css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css 寫在這邊 那它就會把這些css 套用到這一頁上 就是把這些css套用到這個頁面上 所以我舉例來說 上次好像提到說 你可以寫一個套件 然後你可以改你的 譬如說 Twitter的背景 Twitter那個頁面的背景顏色 或是說 Twitter那個頁面 我上次就看到一個是把 Twitter的那個 大頭像 頭像的那個框框 圓的改成方的這樣子 或方的改成圓的 那它就是可以把它的 css的一些規則寫 寫好之後呢 它就可以在這邊就是說 告訴它說我在Twitter上套用這個css 那它也不用寫任何script 就可以直接生效 就那個套件就有作用 因為它只要符合它的match的條件之後 就會直接套那些css 那所以你不一定要寫script 真的 就是說除非你還需要去改更多的東西 不然如果你只是要改一些UI的話 寫css就可以做到 那下面這三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這個 這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呢 這跟上次我們提及的一個match pattern 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match pattern 大家如果還有 回去之後還有特別看一下的話 match pattern 它其實是有些限制 怎麼叫有些限制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謂match pattern的限制 就是match pattern呢 上次已經提及 就是說它必須要follow這樣的一個格式 那你看喔 如果你在寫的時候 以這個 以我現在圈起來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它是不管 就是說它HTP 或HTPS 或者是AFTP 這樣子 就是可以 是OK的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它的那個 這邊它可以去告訴它說 OK 我的這個 這邊是信號這樣子 所以我前面 前面 這樣子是OK 但是我如果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信號 點 我Zilla 點 信號 對不起 這樣不行喔 match pattern的中間這一段呢 它的信號必須要再開頭 但不可以再結尾 就是這個host 如果你要套用信號這樣規則的話 它只能再開頭 不可以再結尾 所以你不可以做一個什麼 信號點 Mozilla點 信號 然後斜線 信號這樣 這樣不會過 這樣你套進去跑不起來 那所以 後面這兩者就是拿來 就是處理 類似這樣的case 就是說 OK 你可以寫一個就是說 符合 global 就是說 你可以先寫這個global 它是一個更簡單 就是更寬鬆的一個條件 然後呢 在這個寬鬆的條件下 你再用這個去限制它 或者說用這個去排除它 等等的 就是 就是這幾個是互補的 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的match pattern 變得更加的 更加的unit 而不是 就是說它是彌補你在寫match 單純寫match的match pattern 有些情況下你會寫不出來 像我剛剛講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你就可以先寫說 我要 全部include到global裡面 然後再用這個 這個去把它過濾掉 那也可以 就是說 類似這樣的一些行為 對 所以這三個就是 我現在手邊沒有比較好的例子 不過之後可以找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JS這個就比較簡單 它就是你的content script要 就是要引用哪些JS進來這樣 所以同樣可以看到就是JQuery等等的東西這樣 比較注意的是因為content script是在每一個你開的分頁裡都會跑 所以如果你開十個分頁 它就會跑十個 十個 就是你的content script 如果都有match到你的條件 那你可能就會跑十份 所以這個JQuery呢 如果你在這邊引用 OK 你的十頁都會有JQuery 那這個大家可能覺得說沒有什麼 因為我去逛網站也有JQuery 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裝 你裝十個套件 然後這十個套件都在你的 這一個開起來的這個分頁裡 他們都要跑JQuery 所以你的這個分頁裡 其實背後有跑十個JQuery 是十份的JQuery 而且等來版本都不太一樣 所以一般會建議說 如果你需要用到這些第三方的Library 除非你真的很需要它 然後你的網頁改動很大 你需要JQuery來幫你做一些事情 不然會建議你就是用 原生的JavaScript去做所有的 你要做的事情 譬如說你只是要選網頁上的一個 動元素你要把它選起來 DOM元素你要把它選起來的話 那你其實一般的Solator 就可以幫你做這些事情 那你不需要就是特地去用JQuery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JQuery 這些第三方的套件的時候 是有需要才用 如果真的是不是那麼需要的話 是可以不要使用 那如果再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一般像這種 這種你自己寫的Call 我們是不希望它被minimize 因為這樣審核的沒有辦法看 Call原本長什麼樣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用第三方的Library的話 那審核的人會建議你把它minimize 那為什麼呢 因為審核的人不會去 看完整個JQuery的Call 他們只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你的 minimize的那一份JQuery 跟官方發布的那一份 Hash有沒有一致 一致就會過 如果你稍微改了一個 加了一個控格或怎麼樣 導致那個minimize的檔案 H長得跟官方給出的不同的時候 你這個就會直接被推薦 所以官方也不會去審說 你的JQuery到底改了什麼 不會 所以如果你要用第三方的話 就請注意是使用無修改的 然後minimize後的版本 是比沒有minimize後的版本好 因為官方不會去看Call 他們審核的人不會去看Call 只會去看那個minimize後的版本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寫的Call 那就建議不要minimize 因為還是需要人工去看你的Call的邏輯 所以他會希望你的Call是容易讀的這樣 好 然後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Match About Blank 就是說這個頁面要不要Match到你的Content Script 這樣 那這是一個Booling Match剛剛講around it around it就是說 你的Content Script要在什麼時候開始跑 那這有幾個時機 就是Document一load就開始跑 那這時候DOM這些都還沒有準備好 還在load 那這個就類似你做那個Windows 然後add event listener 然後load這樣子 它就是差不多在那個時候跑 就是在DOM什麼全部load完之後開始跑這樣子 那idle這是比較特別就是說 你的Content Script 你的Content Script只在一些比較閒置的情況下 那才會跑 那它不會很緊急就對了 對 不過這個是比較少用的 一般都還是用Start和End這樣子 OK好 那這邊OK嗎OK嗎 因為這個是大家之後寫號線都會一直用到的東西 所以我稍微就是講的比較細一點 OK好那下一個囉 不好意思那我再打斷一下 好請說 那這邊跟我們一開始的那個Background Background的那個Script的話 是不是也是有差別 就是它的作用的區域不一樣嗎 還是說其實我在Background那邊 include完一次之後 接下來說都可以用 其實你可以想成一件事情 其實你可以想成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今天 我今天 我的 大家可以這樣想像 來我解釋一下 我的這邊有一個網頁 那它有一些 一些JavaScript對不對 我這一頁有一些 這個也是我另外一個分頁 它有一些JavaScript 那我這兩頁的Windows有沒有共用 你覺得呢 沒有公用 我覺得沒有 因為是不同頁 沒有公用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跟你講 Background Script 它就是有一個完整的自己的Scope 在那裡 它的Windows 跟你的這些分頁裡面的Windows 都是分開的 所以呢 你的Content Script 當然是沒辦法操作到 直接操作到Background Script的東西 那同樣Background Script 也不能直接操作到Content Script的東西 那之前有講過一些Message的機制 那這個等一下就是如果講到 我再提這樣子 那總之你現在就想成說 他們之間的Scope是分開的 那再來就是說 嗯 Background Script 剛剛也有提到 所以你可以在Background Script 做Create Element 那它Create那些Element 其實就是在它隱藏的那一頁的HTML裡面Create 所以它就是只能夠做 它可以操作它那一頁的HTML 但是它操作不到你這一頁的HTML 那我們在寫套件的時候 其實很常需要就是跟這些網頁有互動 例如說我像我 我剛剛那個抓圖片的套件 OK 它就會去query這個頁面上所有的圖片 那我就會做一些動的操作 動的query等等的東西 那這些行為其實都需要靠Content Script來做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說 如果我需要寫一個套件 那我要跟我在逛的這些網站來做互動的話 那我就必須要去把這些互動的功能 就做在Content Script裡面 但是如果我是要跟Browser的功能互動 什麼叫Browser的功能 例如說 舉個例子 例如說Download下載器 對不對這個Download 我要做這個跟下載有關 那就是Browser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Background Screen來做 OK嗎 了解所以就是我們要根據 我們要用Page的角度來看 還是Browser的角度來看 去決定說我要在哪裡去設定那個Script 對不對 對 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操作使用者正在逛的網站 上面的元素 那就是寫Content Script 你要操作Browser本身的功能 那就是寫 寫在Background Script裡面 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區別這樣 好的 OK嗎 好那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是 Content Security Policy 那沒有事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進來改這個 因為你只要寫 宣告任何一行這個 在審核的人那邊就會立刻看到一條walling 這樣子 但這不是說你的call有問題 而是說審核的人會稍微 就會更加注意一下你的行為 因為這裡面可以做很多危險的事情 例如說 我先講幾個 在審核的時候 絕對會被推薦的行為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的policy裡面出現了unsafe 以後這個 直接推薦 這個沒有得商量 那第二個就是 你如果出現了 類似這樣的call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允許遠端的script 那這個也會被推薦 直接推薦 沒有得商量 如果你要用這個query 他就是告訴你說 請你把它放在你的套件裡 那 我舉例來說 你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要把這個query放在我套件裡 我可以把它直接連到官方去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危險的行為 為什麼 假設有一天那個官方被害了 我不知道 也許有那麼一天 或者說你只是連到一個 你自己架的網站 然後他的提供JavaScript的 遠端提供一個JavaScript檔 那OK 整個套件的 假設讓這種情況 讓你過 然後你的套件每天都會跑去你的網站 去roll那個 你自己的JavaScript 遠端的某一個JavaScript 然後有一天 你就可以在你的JavaScript裡面 插一些東西 然後這時候 所有的人就會都執行到你有問題的JavaScript 那這個就是一個蠻危險的行為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套件不可以去存取 遠端的Script 他會希望你所有Script 都在reviewer先看過的情況下 就放在套件裡面 所以有兩種情形在AMO上 會直接被推薦 第一種就是 允許了remote script 像這個case 第二種就是你允許了這個 這雖然不是remote script 但是它是一個 一個也是一樣危險的操作 就是 就是允許了這個 emote這個 這個 function 所以呢這個是非常危險 這個是說 當你用這個 然後去指定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一般會有 Static的Stream 對不對 那這個是說 你可以把一個變數的東西 就是丟進來讓它跑 那這個 就是 把你的code assign成一個變數 所以那個變數的內容 是會變來變去的 然後他再用這個方式去執行 那這個當然 在審核的時候 就是會直接打回票這樣子 那我真的 就是 你如果真的有很特殊的需求 再來 再來 改這裡 不過一般來說 一個很一般的套件是不會 不會去改到這裡面的東西 對 OK 有人問問題 好 什麼問題 你要直接看聊天室嗎 好 我看一下 我上次終於搞動了 這個聊天室 好 在這裡 等一下 你講的是什麼 content script 有ABC 三個JS 兩個match網址 嗯 我想一下 好像是不行 我記得是不行 好 答案是不行 答案是不行 對 就是如果你要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說你有兩個不同的script A script要在 某個match條件的網站跑 B script要在另一個match條件的網站跑 對嗎 好像是不行了 對 目前看起來是不行 好 OK 這樣有解答到嗎 好 那就下一個囉 下一個下一個 Default Default local 好 這個是幹嘛 這個是 這個通常簡單 就是通常是寫這一行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必須要說就是說 我們上次有提到 把套件在地化的一些東西嗎 就是 有稍微提到一點 有稍微提到嗎 那我 我先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好了 就是說 以剛剛那個做例子好了 就是這個 這個來講 你看我 我會把套件的 在地化檔案放在這裡 就是這個是英文的 然後這個是中文的 對不對 如果說你的套件需要有 就是在地化的話 就會建一個這個 這個夾 然後把你的 資料就是 字串的資料 就是根據 根據 language 把它分在不同的地方 這樣子 好 那問題來 如果你有這個夾 就是local這個夾 但是卻沒有指定 default local的話 對不起套件就裝不起來了 所以default local什麼時候需要寫 就是當你有在地化的那個夾出現 就算只有一個language在那個夾裡面 你也必須要寫這個字 就是說如果你 你見那個夾 然後你想說 我今天還沒有想到 要翻成什麼語言 我先把英語的版本先寫好了 中文我什麼都還沒有寫 那你會想說 他不會很聰明啊 知道你default就是那一個 對不起 就是 只要你有剛剛那個 在地化夾的時候 資料夾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這個 這個default的local 這個指定 所以這個什麼時候要寫 就是當你有在地化那個夾的時候 就一定要寫 好 對對對 好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 好這個 這個就是說 當你有在地化的時候 就一定要有 如果你沒有在地化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寫 不用寫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有在地化 就必須寫 否則 安裝套件的時候 就是直接噴一個錯誤 就裝不起來 description 這個應該還好吧 這就是一個描述 套件的描述 所以 就是很簡單的字串 就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套件 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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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eveloper 剛剛已經講到 所以就算 好 db tool page 這個是我比較沒有在用的 我自己過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是比較沒有在用 不過 我還是可以講一下 他大概是幹嘛 就是說 它是讓你去寫 一個 這個 你可以看到 它很像 那個 browser action 或者是 page action 一樣 就是你可以去指定一個網頁 那這網頁是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就是說 當使用者去開 這個 開發元件的時候呢 對 你就是可以在你這個地方呢 插入你自己的牛 之類的 然後就會有自己 你自己的一個 一個頁面 然後人家點了之後 就是roll你的 那個東西 所以 如果你拍拔的東西 是像 譬如說 我今天要寫一個類似 譬如說 舉例來說 一個select xpath的工具 OK 那我想要把它做到這裡 那就可以了 就是類似這樣的 類似這樣的東西 類似這樣的東西 對 那這個我其實沒有什麼在寫 因為我沒有去寫 跟開發工具有關的東西 所以 就沒有在用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這樣 就是這個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 那個key這樣 那 home page home page是寫你套件的那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home page的UR 那這個就是大家 這個是還好 這就是跟剛剛那些資訊一樣 就是說 類似是寫在 就是這種地方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讓 就是類似這樣的地方 就是網站首頁這樣 就是讓讓人家可以看得到就是一個一個資訊 這樣 好 那 icons icons 就是去指定你套件的一些icon 所以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個size要寫好幾個 那如果說我是同一個 可能要寫好幾個size 那好像沒有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就是你可能為什麼16 32 48 96 12 8什麼都給他寫一寫 就是 游覽器會根據就是需要的情況下去 low 適合size的 的圖檔 所以如果你這邊指定的購完證的話 是ok 啊如果說我對不起 我就只有一兩個size 那也沒什麼關係啊 就是 你可以看他下面這個範例有沒有 sbg 他因為是向量的 向量的格式 所以你可以看他把所有size 全部就是 就是指定成同一個這樣子 對 就是同一個檔 但是他全部size都一樣 那沒有關係啊 其實這樣寫就是ok的 就是 就是指定你套件的icon這樣 這個是跟隱私瀏覽有關的東西 就是說 這個這個是說 你的套件啊 那在隱私瀏覽的情況下就是 是否運作這樣 應該是吧 這個其實我沒有在用 對 這個我其實沒有在用 不過 如果大家有寫到 跟這個有關的可能 記得我要看一下 就是跟隱私瀏覽有關 好 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其實還好 這個版本我上次提過了 一律就是先寫這個2就對了 也不要寫什麼奇奇怪怪的 就是寫2就對了 他也就是講就是寫2 就是記得就是寫這樣就好 對這個是必須的key 大家記得一定要寫 對不對 是嗎 因為那個我真的沒有在用 對 他其實就是 跟隱私瀏覽模式一樣 就是說當你在那個 補合模式底下 你的套件 到底要可不可以運作這樣 對啊 對 所以還好吧 OK吧 好 名稱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還有好幾個 那你這一個是跟 就是寫你的套件名稱 那如果你有在做 這邊我可以再說明一個東西 就是說 等一下 又有人問了嗎 很多A當不能再匿名瀏覽使用 D4是可以對不對 D4是可以嗎 沒有限制 剛剛那個的D4 他那個key是沒有 不是必須的 這不是必須的嗎 對 他不是必須的 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之前有一些 不可以在隱私瀏覽底下用 因為以前 之前Fivefox的那個 那個 套件架構 有一陣子是改 就是中間有一個架構是 Woodstrap 或JPEG 那個架構 那個架構裡面 也有一個叫做 Private Browsing 的key 要填 結果那個key 很多人都沒有填 然後就導致說 那個架構下寫的套件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 assign那個key的話 隱私瀏覽 你就會發現 你的那個套件就不能動 對 之前Biboss好像 前一個套件架構 會有這個情況 就是很多開發者 忘了填那個東西 或者說 不知道那個東西是 Default是 False這樣子 現在這個填不填沒有關係 因為他根本 這個好像Default是允許 對不對 因為他不支援 這個Default是允許 反正我知道 這個我現在都沒有在寫 但是如果真的有關係的話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可以先寫起來 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好 這個Name 這個Name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有什麼東東呢 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 剛剛已經給大家看這個範例 我就再用這個範例來講一次 就是說 你發現我在填 填套件的一些東西 例如說 好 以這個Name來講 你看我是填這樣 我是填這樣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Name其實是可以被 就是說 你在這個檔裡面 你可以用這個格式 就是底線底線 MSG底線 然後加一個Key 然後再加兩個底線 那這是一個字式的格式 就是這個Key可能長太陽 例如說 這邊是填Name 然後 我也可以填 譬如說 上面這裡有Description 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這是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你的 在地化的這個地方 在地化檔案的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所以呢 你是可以把你套件的描述 描述 做在地化 描述或者是名稱 去做在地化 那這個會有什麼情況 就是說 之後就會根據他裝的 browser版本 去選擇不同的在地化版本 所以他在那個套件的那個 頁面裡面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說明 根據他的language 看到不同的說明 所以剛剛這個Name 就是 如果需要的話 是可以把它寫成就是 剛剛那種格式 然後就可以去套用那個 在地化檔案裡面的 這個東西這樣 OK 好 那就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 好 這個是跟你的 這個其實我也很少用 但是 他功能是很強的 所以我要講一下 就是這個是跟 這個東西是 你的這個網址列這個box 這個box 然後他的 對 這個說明有點 也太簡潔了 有有這個API 所以如果想要看更詳細 也記得點API來看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邊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說 包括你在這個box打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做就是suggestion 等等的東西 或者是可以取出 他的那個下拉選單 就我們在這邊 王子列打東西的時候 會有下拉選單 那這邊就是 或者說你看這邊有 inputs 等等的事件 就是可以去監聽 所以呢 這個是主要就是在做 跟網址列操作相關的 的API有關的 就是 就是請用這一個提一下 下面這個 這個是 這個我沒有在用 有人先看了嗎 這個 沒有 應該沒有吧 這個我沒有在用 所以大家回去自行探 自己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下一個是那個Actions UI Actions UI Actions UI的話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說 它是一個設定頁的UI 那設定頁的UI 在哪裡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以這個來講 OK 然後這個套件 附加元件 然後你點了這個之後 就會彈出 彈出他的設定頁的UI 這一塊 下面這一塊 下面這一塊 那你會覺得說 那我這個是彈出這一塊 那如果我設定頁超級多 這個地方不就 這一頁不就很短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個Actions UI 大概有一個Key 叫做 就是 open in table 如果你這裡 設成tru的話 當使用者點下 剛剛那個設定的這個鈕的時候 他就會彈出一個table 例如說 新童能堂現在就是像類似這樣子 如果你在 你如果設定成false 就是像這樣 他會牽在這一個 這一頁裡面 那在coron裡面的行為 是怎麼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 在coron裡面的話 它是 就是 這是空 coron裡面的話 如果你是 你是設成 就是在 如果你剛剛那邊是設成table 沒有問題 行為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你是設成 就是 不是在 這也是在table 裡面 如果你不是設成table的話 就是會開在 他會彈出一個小小的panel 這樣子 會彈出一個小小的panel 然後你就直接在上面用這樣 這邊好像沒有 沒有好的例子 對 這都在 就是在table 所以 大家 之後再看吧 就是 反正那就是一個 在這邊 只是這邊的介面就是 Fivebox跟那個 小小的不一樣 然後 browser style 其實這個只是蠻尷尬 就是說 你可以設很廚 那他就會用 browser的一些 風格 D4會有一組 CSS game 但是那個CSS 有時候你在寫一些 很個人 很特殊的介面的時候 可能會讓你介面 產生一些怪怪的問題 所以 看你個人的需要 就是 D4是 D4是那個 是 True 但是 如果你不想要 被 browser 原先的一些 CSS 影響到的話 那就是 你可以把插 那這邊有下面有說明 就是說 他原本的那個 Style 這些說明 所以這個是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指定一個 就是 Action的page 這樣子 那在這個page裡面 如果你要跑script的話 好 就是像 像這個寫法 像這個寫法 Action Action OK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就是做 其實你就把它想成就是寫一個網頁了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邊寫說你要引入什麼CSS 你要引入什麼script 然後你可以寫很好 這個就沒有問題 好 那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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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A選 這剛剛講過了 page A選 然後就不繼續講 如果你真的有寫到的話 記得你要再回來翻這個文件 那這個是 好 那下一個 下一個 commissions permissions 上次好像有講一些些對不對 就是 permissions分兩塊 一個是host permission 那一個是 API permission 那host permission 就是用match 用match pattern 那什麼情況要寫host permission 他這裡已經列出來了 就是說 這幾種情況 他已經列了這五種情況 你需要寫host permission 所以如果呢 你不是在做這 他講的這五件事情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寫host permission 這樣 然後 API permission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說 如果你用到對應的API 就要看一下 那個API 它是不是需要寫這邊的API permission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你需要用到Storage 結果你沒有寫 你沒有寫Storage 這個permissions的話 那麼你在你的call裡面寫 browser.Storage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直接噴個錯誤 告訴你說 browser.Storage 所以 如果你需要用到的時候 就記得回來填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還好 什麼樣的問題 有人問沒有Mac 可以問嗎 我也沒有Mac 所以可以 他應該不是指Mac吧 是麥麥吧 對我故意的 就打自問 就打自問 沒有問題 就問 我沒有要工商 Mac Pro 我們這邊不是來工商的喔 真的 我沒有要工商Mac Pro 可能 你對 你用這個 為什麼資源這麼差 先問Microsoft 我想一下 因为Edge比较 我想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因为 Chrome不用讲 它资源性是最好的 是因为这个规格最初最初 就是他们搞出来的 就是WebExemption 那Fivebox其实 虽然大家知道说 Fivebox一直到57版 才开始就是要全面切到 当然现在已经在做了 只是说到57版 就会把所有旧的淘汰架构都取消掉 那就会用 就是WebExemption这样 但是事实上Fivebox也已经从 大概是 我记得最早最早版本 是38版 还是应该是38版 就开始慢慢的在支援 所以它的支援度 还算是还可以 那Edge为什么比较差 那是因为Edge过去就是IE这个核心嘛 它其实大家知道说Edge用起来很快 然后会怎么样 然后有人当然会去查一些资料说 OK他有一个Gioscrete Engine叫查克拉还是什么 那但是Edge本身它的底还是IE的那一个 只是说它把很多 它把它fork出来之后改了很多的地方 我记得查克拉那一个Gioscrete Engine 事实上它是有 它的那个Screte Engine是有开源 好像是有开源 它把它做成一个有点像那种JS的东西 然后把它丢出来 但我不是说Edge开源 我就说这个Skrete Engine 是有好像是有开源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 那那支援性为什么这么差呢 就是因为它比较慢开始做 但是相对来讲它比较不像Firefox 它是有很多过去套件的包袱 所以过去大家可能 Firefox虽然很早就起步了 但是它其实这一块的支援其实做的 就是前进的速度没有大家想那么快 所以你看刚刚比如说举例来说 像刚刚在讲Command 那一个Key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说OK 热剑居然不能改 那Edge因为是从头开始做 所以它可能可以把每一项就是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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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做起来 然后会很完整 它也不会有旧的架构的包袱在里面 因为过去它就是没有套件架构 所以它比较没有这个旧的包袱 所以Edge可以从舞蹈有开始 做套件的这一块东西 但是相对来讲它既然是从舞蹈有 当然就是资源性也就比较差 对所以目前Edge 不过我是认为Edge目前所提供的API 已经足以让你去做出一些有用的套件 对它自己官网上有一些像是 滑鼠手势的东西可以下载 有Source Code 然后就是可以下载一些范例 我记得它有做什么Google翻译 滑鼠手势等等的范例在官方的网站上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OK 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要继续讲 继续讲 permission permission这边有问题吗 因为我permission上次其实讲的蛮仔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这一页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像Edge Table Edge Table的permission 它就是比较特殊 就是像它可以做这两件事情 就是Execute Script跟Insert CSS到某一个Table 是动态的 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 我如果把它写在 譬如说我在Content Script里面要注入某一个CSS 到某一个Table里面 那我是不是CSS就要事先写好 然后写在我套件 所以它就会 就是写死嘛 那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些事情 就是做Execute Script 跟Insert CSS 那这个时候 script内容跟CSS的内容 就会变得是动态的咯 对不对 但是你要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Execute Script 那就必须要 再回来宣告这个host permission 因为host permission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段 就是如果你要再特定的host一下 跑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要额外有这个host permission 所以他这边会针对就是几个 比较特殊的API有在说明 所以如果大家在写permission的时候 可以回来看一下 那这边有讲到就是上次有人问的 那个剪贴簿的SS的问题 那剪贴簿的SS的问题 他这边是写的比较简单 所以如果大家要更了解 就是如果你真的写要跟剪贴簿有关的东西 一定要点这个连结 就是InactiveVisit 就是剪贴簿的这个API 记得要进来看一下 因为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Case 什么问题 先前影片有看吗 有啊有前面已经有影片 再回去翻一下影片 今天有录影吗 今天要录吗 今天要录吗 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好像不用录了 今天有录了 好 没关系 好 那有录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像如果你在要求就是说无限制的储存容量的话 那这个一样就是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样 然后他这下面有些Permission的范例 不过这范例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host permission 然后这些 比较要注意的是我在审 就是在看到这个时候啊 之前 常常看到 例如说你跟那个Google有关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写在host permission 什么的 你就会发现那个Permission 超级长的 就是这个host permission超级长 那为什么那么长 因为Google那个 那个 国家非常多 然后他又没办法套那个match pattern 所以就是穷举 所以那个 就是permission就是长得非常可怕 如果大家 他用穷举的 对对对对 是穷举的方式 所以非常可怕 真的 如果大家有去看跟Google相关的套件 跟Google页面 修改Google搜寻页面相关的套件 有一些他的这个permission里面 如果他是写host permission的话 是非常可怕 大家如果 我是觉得啊 就是写套件最快的方法 除了你在这边研究Document之外 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参考别人写套件 就是copy paste 就是 就是 程式设计是最重要的技能 就是copy paste 所以记得去看别人的套件 就是可以学的比较快 所以 因为我蛮常去就是翻点的套件 所以就是可以到处看 然后你会发现蛮多 之前可能在看文件的时候 比较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好 Portocall handle 这是一个 也蛮特殊的东西啊 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之前大家如果知道像 譬如说 譬如说BBS box这种东西嘛 那在这个 BBS box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这个其实是一个Portocall handle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在网址列我打SSH 冒号斜线斜线 然后 AAA.BBB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呢 其实是可以套用到某一个Portocall handle 就是SSH的Portocall handle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key里面呢 告诉他说 我的Portocall 譬如说这个Portocall IRCS 这个Portocall 然后你可以帮他取一个名称 然后你再告诉他说 当你看到这个Portocall的时候 请开哪一个网页 当然他这是写的一个remote的UI 那我们当然是会希望你就是 就是你可以写一个你网页自己的UI 譬如说你可以先写一个 写一个HTML页面 然后你在这边就是指定到说 OK我只要开了SSH 我就跳到那一页去 然后那一页里面你就可以做一些 你想要在那个Portocall里面做的事情 但是目前 因为其实他还是有蛮多的限制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他允许的Portocall 就是只有他下面列表里面所写出来的 这一些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看 你会看到说OK我有SSH 然后我有这些 我有这些 那如果我要自己写一个 完全我自创的Portocall 譬如说我写一个BT下载 或是什么鬼的 那OK对不起 就是只允许这一些 那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不给好不好 就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写的Portocall 不会被允许 所以说其实这个 这个API看起来是很强大 但实际上它是存在某一些限制 不过如果你是在做一些 一些 可能是需要跟Portocall有关的应用的话 可能就还是可以使用 可能是有问的问题 所有套件都有原始码能看吗 套件都有原始码能看 对啊可以啊 你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记得去把它装起来 这个套件记得去把它装起来 我已经装了 我刚刚已经装了 所以我再demo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套件 那例如说我今天切到了某一个套件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原始码下载下来 或者是直接看它的原始码 看它的原始码 它在地化超级多啊 你看 这是不同language的在地化 然后它的原始码 比如说 这是它的css OK 这是它的jarscript 所以套件就是可以看原始码 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你装这一个东西之后 你到AMO上可以抓所有套件 而且看它的原始码 但是如果你装了这个东西 你去google store上呢 理论上也要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要注意就是 我之前有一个印象是 好像你要先lock in google账号 才会解除那个限制可以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没有lock in的话 好像会有一点点问题 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这样 但我早期装这个套件的时候 有这个现象就是 你要先lock in google账号 就是你要先去google store 然后你先登录随便一个gmail等等账号 然后你再用这个去抓套件的原始码 好像才不会出事情 不然好像会抓不下 印象中 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 再去试一下 OK 那下一个下一个 shorname shorname其实是比较少用到的 如果他还是一个咨询 那什么叫shorname shorname其实是跟刚刚这个name是一组的 就是跟刚刚这个name是一组的 那shorname就是这样你的name显示不了的时候 他会用个比较简短的去显示 应该这样吧 对 他会希望你shorname就是不要太长 那就是简单的套件名称这样 所以如果你套件名称真的热热等的话 记得就可以来写一个shorname这样 这个比较少用到 就是很特殊的需求才会来用到 那shorname大家刚刚好像有看到这个demo 就是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个就是shorname 在左边这一块 左边这一块就是shorname 所以 这一个东西只有 我讲一下 只有 Firefox跟 Opera好像有 就是如果你是写给Opera 虽然我们知道Opera现在是用Chrome的那个核心 不过好像Opera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Cyber可以用 对 那这一个Cyber目前的相关的API 应该跟Opera是 一样的嘛 对不对 应该是有对应到的 他有讲说是可以的 basic support是有的 好 那这边就是跟Cyber有关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写到的话可以 再过来看一下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特殊 因为大家看到就是说 像他跟 他跟 Bowse action或Page action一样 就是他要去宣告一个 一个网页 所以这边他会告诉你就是 网页在哪里 然后 他的icon长什么样 然后 他有个default的title 这样就是有个title 有个文字描述它那个功能这样 所以那个title可能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样这样 类似这样 出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icon可能出现在这里 这样 BiFox的数字指什么 好 好 好 大家有疑问就是这个 刚刚我们在看文件的时候 一直有出现 出现一些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个数字就是说 当你在写的时候 用到相关的 就是key 相关的key 或相关的API的时候 这个key或这个API 他在哪一版的Firfox才开始support 所以大家看到普遍都是48 48开始是比较OK的版本 所以我们刚刚在有一个key 就是application这边有个key 可以指定说你的套件呢 装你的套件的时候 需求的最低绑号 是Firfox几版 所以如果你用到一些 比如说 比较后来才有的key 好像这些override的东西 是比较后来才有的 50几版才有的 或者说像 OK你看像这个是比较新的 所以难怪我就没有看过 所以 所以如果你是用到一些 比较像sibar的东西 他也是54版后才有的 所以如果你用到 比较后来的版本才有的话 记得就是要去把你刚刚那个 最小版号啊 就是把它改到跟这个一致 那我想一下喔 如果你的 你用到了新的API 买单最小绑号却写错了 也会找到推荐 有的reviewer 比较严格的reviewer 他看到的时候是会推荐 那有的reviewer 如果没有特别注意 可能会不小心就放行 那放行的话 就会造成说这个套件在 就是在B版本的55下就会跑不起来这样 所以如果你在写的时候就是 特别注意一下就是 可以先把你的你要用到的东西 在哪一版支援先查清楚 然后把那个版号就是定正确这样 所以 好 那再解答你的问题了 所有平台的套件 所有平台的套件 是真能去省的吗 Firefox是真能去省的 那Google是用一些机器检查 不过机器检查是蛮容易被欺骗的 那个 大家如果这两天有看一下PET的话 游染器凡是有讲到这件事件 就是写了一个木码 在一个四十几万人 四十五万人用的套件上 在Qoom的套件上 四十五万人使用 然后大家都中招 那Firefox的话 因为它是人工审核 所以就是 就是比较安全一点 对 那其实我是觉得 以PET的那个套件的例子来讲 我觉得机器审核也抓得到它那个问题 因为它是已经用了那个 就是 那个Context Security Policy 已经改成一个不安全的设定 所以这个机器应该是要抓出来 好 我要继续讲了 继续讲了下一个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很抱歉要说一下 我没有用过 这个我真的没有用过 所以如果大家有 可以回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它是可以让你去 存取 就是跟 目前的主题有关的一些 一些东西 那这应该是主要是说 你可以去指定 两张图片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 它是可以指定说 黑的 黑的URL 图片 就是上面那一块 因为我现在都没有套布景主题 所以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简单 反正这个就是跟 如果你要写跟布景主题有关的 就是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key 那它主要是可以指定一些 一些位置的UI 然后就可以把那些图片 就是套在那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跟布景主题相关的 对 好 那下一个verging 版本 版本的话 这个应该不用 不用特别讲 就是说 你的套件的版本 那请注意就是套件版本 如果你在上传AMO的时候 下一版必须比上一版大 这个不是废话吗 真的会有人把下一版设得比上一版小 然后还会被推荐 所以这个就是 版本其实就是一般的写法 就是零点起降 然后你也可以写很长 就是零点一点 什么什么 好像可以四组吧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你可以照你一般写版本的方式写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版本的写法 OK 好啊 那大家如果有写到版本 相关的机会 来点这个文件 跟版本有关的 通常我就是零点一 然后零点二 然后如果是比较正式版本 可能就一点零这样 如果有人习惯是写什么 大绑号 中绑号 小绑号 然后再一个build的绑号 那也没有关系 就是OK 这个是webss 这个上次好像PC有讲过相关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指定一些 你的套件里存在的resource 然后让网页用 什么时机会用到这一种东西呢 例如说 例如说我的套件里有一个icon 然后我这个icon要让网页可以存取 到 那什么叫让网页可以存取到 例如说我把一个 我把我的icon 放在我套件里面 然后我再去用context script 修改它的动 然后动里面 insert了一个image 然后image里面的内容 就是刚刚那个icon 那这个时候就 就会需要 它可以assess 这个resource 对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 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说 你要去修改动的内容 然后再把动的内容 知道 你的套件里特定的resource 的话 那就需要用到这个key 对 所以他这边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就是跟这个有关的 OK 我讲完了 那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或想要补充的 请问一下 请说 我们一般 那个tab 像Chrome的tab 有开是active的tab 那有时候 我们开的时候 是让它tab 不是在active 比如说 我可能会点一个链接 让它变成是 背景 变成一个 不是active 开的tab 那像你开 像这样不是active 的tab正在开 它的extension会作用吗 还是extension一定是作用在active 上面 当然会作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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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你想要 你想要说的是 extension作用有两块 一块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background script 对不对 那一块是content script 那background script 不用讲 它一定是作用的 因为它的 你套件装起来 它就会一直跑 所以你可以在background script listen所有跟tab相关的事件 例如说tab切来切去 background script都会受到时间 这个是 OK 这个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你想要问 你刚刚问的就是说 好 OK 那如果我有一个content script 但是我的tab被开起来的时候 它并不是active 它可能是一个 在background开起来的背景分页 应该是这样讲的 配景分页 那content script会不会作用呢 会啊 当然会啊 就是跟你刚刚描述的 就是说 star 它是在什么 我们刚刚在那边有一个key 就是有一个 它是要在 它会照你写的这个时间来跑 就是说它会照你写的这个时间 它会跟这个run it有关 所以如果你写star 就算是背景分页 它只要你的东西一开 它就run 这个是说 只要你的那一页读完 它就会run OK吧 所以是会直信 会啊 OK谢谢 好 还有什么吗 我这样已经讲完了 那今天有几个 真的是没有讲到 抱歉 那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 回去自己看一下 像这个 这个 因为有些我真的没有用过 所以 要老实讲一下 真的没有用过 这个 然后或者说像刚刚还有讲到 刚刚有讲一两个是没有的 没有讲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啊 这个这个 settingoverrise 这些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 再自己找一下 因为你看 你看我没有用过的这些啊 都是 都是比较后来再加的 就是55版啊 才加的 这些我可能 当时就 早期在看的时候还没有 像你看这个也是55版的东西 就是早期我在看的时候还没有 所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 自己 回去 自己补充一下 自己补充一下 上价需要付费 普通要付钱啊 普通要付钱啊 Five Fox 不用付钱啊 Five Fox 只要你的东西 没问题 省得过 就可以上价 普通的话呢 是 你有钱 开账号 就可以上价 只要你付一笔钱 开一个账号 就可以上价 而且那个钱很便宜 对 在客户的市场上上价 不是缴年费 客户的市场上价 客户的市场上价 是缴一次性的费用 就是你买断了 就是买一个账号 就可以上价了 我问一下 那个 instach css 他好像没办法在content script 里面跑嘛 所以我必须 是在background script 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嘛 哦 是啊 没有错 你说的没有错 他本来就是让你在background script 去insert一个 insert css 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 一段动态的script 到你的特定的一个table 里面 哦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大家有先点进来 那一页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个 我找一下 那个 那一页 就是这个tips 如果大家有点进来 当然这之后 如果你们有再讲到 这个 这一组API的时候 才会再讲更加细一点 但是我可以 简简单讲一下 就是这个tips 这个sqscript 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指定一个 tips tips 那你就会想说 哎 我指定tips 那如果我这个tips 这个tips 这个tips 里有 有一个 taps window 跟一个ifriend 那我这个sqscript 不是 会跑吗 对不对 就会跑到某个tips 那他没有指定 是要在哪一个里面 所以记得这边 要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all friends 可以 设定 所以这跟tips 是一样意思 就是说 他到底是 全部的 都跑 还是说 在特定的一个 的ifriend 里面才跑 那这边还可以指定 就是friendid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的话 就是 稍微再注意一下 这一个 这个API 这个细节 因为这样看起来 我用其 我说我今天 要做的那个套件 我觉得我用其他的方式 去做好像会更方便 其他的方式是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 那个方式 我用一个 我建立一个 那个style的 的那个 element 那我直接自己插入那个 房下的那个 document里面 就是我自己去控制 理论上是可以 对啊 因为 它用它的API 好像颇麻烦的 我想一下 如果你是做这个 sq script的话 那么 这个sq 可以存取 就是你的这个sq sq 里面的那一段内容 是可以存取 那几个 web extension API 这样懂吗 就是那几个 web extension API 你还是可以在这里面 存取得到 但是如果你是 建立一个 DOM元素 建立一个 DOM元素 DOM元素 然后你就 create一个 element 然后 tag叫做sq 然后接下来 开始 insert text content 到这个sq 里面 对不对 你在想这件事情吗 那对不起 这个sq 是在那个 page sq 的scope里面 那你会存取不了 web extension的APR 没有 我只是要 我只是要 弄css 我没有弄sq 我想一下 css 看你的css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限制 我不是很确定 你可能做到 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再来讨论 好 但是就是 这个差别 就是这个sq 跑起来的sq 它是一个真正的content script 它是一个真正的content script 它会跑出一个真正的content script 但是如果你是 insert一个sq 的DOM 然后再把 这个DOM的text content 填入一些你自己的内容 那这个sq 是page script 那page script 它不能存取 任何的web extension API 好 ok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EDD 今天那个manifest的key 我们大概都讲完了 那 这个 今天差不多就先到这样 那可以请主持人先关 关掉萤幕了 没有 先请主持人先关录 耶